其實我們知道老師 除了是一個很知名的作家之外 你的小提琴還拉得很好 沒有 我一定要反對 我只是學過小提琴 而且我已經三十年沒有碰琴了 那我只是小時候還有印象 我的老師對我拉琴 有一點點期待 很坦白說三十幾年前的事 我也完全無從判斷 我自己拉 當時拉琴拉得怎麼樣 我絕對沒有拉琴拉得好 我還蠻想聽聽看 已經來不及了聽不到 你沒有聽過父親拉小提琴 他怎麼可能他長大 他出生之後我已經不會拉琴了 只有一次我在學小提琴的時候 他就因為我去比鋼琴比賽 然後得到一支不知道多少錢 七百塊的小提琴 就是非常非常爛的小提琴 然後他就來跟我拉了大概一兩天 可是後來那個弦就斷光了 沒有辦法拉 他拉一下然後那個弦就斷了 所以你從小開始學鋼琴 是受父親的印象嗎 你幾歲開始學鋼琴 因為我五歲的時候也不可能說 什麼受到影響然後自己去決定 因為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還是爸爸帶你去學 我也不知道他們兩個是誰討論 我爸爸還是我媽討論 我就被帶去了 我也不記得那時候的任何情景 我只記得我那時候第一次碰到鋼琴 這樣子而已 那時候是媽媽決定要讓他學音樂 我堅持應該要學鋼琴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是學小提琴 所以這一點知識這點常識我還有 因為我知道小提琴最大的問題是音準 那麼小的小孩其實他不可能 能夠那麼快掌握音準 那就很挫折而且很痛苦 因為所有的人都周圍的人都很痛苦 他自己也不會快樂 所以我當時為什麼就堅持鋼琴 鋼琴基本上音準是調音師幫你負責的 對 所以小孩從一開始彈鋼琴 他可以有準確的音準的那個習慣 對他將來接觸音樂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當時決定讓他學音樂 並不是認為要讓他走音樂的這條路 而是有一部分 例如說我們看到有一些孩子 就在我們身邊 他們大一點之後接觸了音樂 喜歡音樂 結果就發現他沒有辦法演奏音樂 因為那麼大了之後 你事實上就沒有機會了 是 這個古典音樂真的這件事情 他很麻煩 你沒有從小把你的手指的條件 手的條件跟耳朵的條件養成了 你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當時我們的考慮就很簡單說 只是幫他保留一條路 讓他可以選 將來如果他有機會 不管他要幹什麼 至少他不會回過頭 還問我們說 為什麼我小時候 我沒有這個機會 你為什麼剝奪了我這個機會 其實當時最早是這樣 是 但是學音樂其實對你來說 應該是很快樂的是 小時候有那種被爸爸逼著 一定要去彈鋼琴那種經驗嗎 我覺得有 我記得上小學了 我有一次氣的 他在逼我練琴 然後呢 他說好 他不是在比我練琴 他就是只是在哄我練琴那種 我也沒有要練很多 可是我那時候忘了我要去幹嘛 他一直在跟我說 他有一次跟我說 再十分鐘 我忘記是再十分鐘 再五分鐘 然後我就說 好 我五分鐘之後 我一定要把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讓你知道 我都不想練琴 有一次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 他說 好 你現在可以不用 你現在練好了 我就 耶 我就很大聲的耶 我想說 就心裡就覺得很爽 然後我忘了是同一次還是另一次 他就把那個鋼琴蓋起來 很大聲 說那你就不要練了 你不要練你就不要練 我其實讓我這樣說 那真的是很小孩子氣的 的反應 他以為家長不知道 小孩不喜歡練琴 對 後來他知道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trade off 這是一個交換 對 他因為享受 演奏音樂 在舞台上面 或者是自己把音樂 甚至不用在舞台上演奏出來 他知道他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 他才能夠得到這個 如果你不能讓孩子 我覺得真的如果不能讓孩子了解這件事情 對 說因為我要得到這個 所以我去忍耐這個 對 事實上他是一定不可能走得下去 所以我怎麼可能不知道他不喜歡練琴呢 我能夠對待的方法 只是讓他清楚地瞭解你究竟自己在對在這件事情上面你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包括他他說我把琴蓋蓋上 其實我都記得我當時心裡面在想什麼那是因為我小時候的經驗 我當時很想告訴他說我現在想罰你一個禮拜不准練琴 因為當時當年我的老師是這樣對待我的 那當然我我我忍住我就我就因為我知道那種感覺 我當時的感覺是說有這麼好的處罰 你可不可以天天罰我不准練琴 我知道他那個時候的那種幼稚的想法 他只會想到這個 但因為我被那樣罰的時候我我年紀已經稍微大了一點 我清楚了解說我剛開始就覺得說太好了 我可以不要練琴 多好 但後來他會逼你真的就是去決定說 那你跟音樂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我有時候練琴很誇張 不想練的時候我就彈一個音然後就停下來在幹嘛 他會停下來說你到底有沒有要練 對不對 他到底 我不知道他明明在工作啊 就是他的打字聲比我的練琴真的還多 老師可以一心多用 應該說我的練琴在他的打字聲之中